我去國際禮拜堂呢 我去參加的是華人聚會 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參加教會的聚會 然後我也是開了一屆 因為那是2001年7月1號 那剛好是中國共產黨80週一慶 所以呢 目前開口的時候就有聽高雄說 我們感謝我們的黨 我們感謝我們的黨 如果不是我們的黨 我們今天不可能有機會可以來認識神 如果不是我們的黨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的機會 可以來重新活著我們的新生 然後他就一直講 感謝我們的黨 感謝我們的黨 到最後的時候奉靠主耶穌的名 阿門 我從小到大我聽了很多很多的 這種牧師講話的這種過程 但是 我覺得那基本上牧師一直跳針 我所有得到的一句話就是 感謝我們的黨 所以那一天幫我搞得我非常非常的糾結 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是要感謝黨還是感謝神 在中國呢 基本上那樣子的教會叫做三字教會 就是 基本上你就是應該要服從黨的意志 然後教會是國家的東西 那我後來呢 我去參加了所謂的家庭教會 那也就是所謂的家庭教會 那參加家庭教會呢 讓我另外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觸 就是 我們一進去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惶惶 如果在中國曾經參加過家庭教會的話 大家會知道 參加之前我們會簡訊會傳來傳去 然後一下子會改變 在那個地方 就是到最後要確定我們到底 這禮拜在哪裡聚會的時候 有時候還沒那麼確定 因為非常非常害怕會被抓 那在那樣子的地方呢 我第一次理解到了 從小到大 在教會裡面所知道的 基督徒彼此互相困厚的時候 要講說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但我在那個時候我才第一次知道說 原來平安是那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真的可能不會平安 就是你今天你見到的這一個人呢 他在過去那一個禮拜可能會被消失了 你都還不知道 他可能會被抓了 而現在在跟我們聯絡的 說聚會要在哪裡的這一個人 他可能下個禮拜也跟著不見 所以那非常非常的讓我理解到 你在聖經裡面所講的早期的基督徒 為什麼 就是剛開始教會要開始逐漸行程的時候 跟那種互相到平安的那種感覺 那那個時候我才知道 平安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而是真的是要感謝主 讓我這個禮拜還能夠見到聯絡 對於一個基督徒而言 大概所有的基督徒 都會有一個最重要的第一個身份 那就是教基督徒 第二個身份 第三個身份 可能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你可能會變成是 你可能是中國的基督徒 是台灣的基督徒 或者是在某一個程序的基督徒 或者男人基督徒 女人基督徒 等等 會有各種各種不同的身份的辨別 但是第一個身份一定是上一個子民 就叫做基督徒 但是呢在中國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國家要求的是任何的基督徒都必須要以中國人這個身份為第一個身份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是不管你在哪裡的基督徒 你只要是在中國的話 其實第一個身份就是中國人 然後叫中國人的基督徒 中國人的什麼什麼這些 基本上呢我們如果換一個比較好的說法是 國家它不是要你的人 它不是要你的身體 它還要你的靈魂 它基本上 它跟基督徒傳統裡面 大家可能會聽到的一句話 就說差別是 上帝人歸上帝 凱撒歸凱撒 那在中國的政權底下是 凱撒歸凱撒 上帝人歸凱撒 上帝人歸凱撒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它對我們的要求 對於人的要求 它就像恐怖情人一樣 非常非常的恐怖 它要你的肉體 要你的靈魂 要你的永生 它要你的來世 它要你的什麼都要 那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因為如果我們稍微簡單的看一下說 國家怎麼來的 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民族國家 就是在西法利亞體制底下 所有的國際社會底下 每個國家都是一個獨立的主權 是滴水有漏的這種獨立的成員 這個國家就是 在我的民土底下 只有一個政府 而且政府應該是 具有最高的主權 然後不承認任何外來的主權 這個西法利亞體制 它當初它發展起來的時候 原本就是在西方經歷宗教戰爭底下 產生的一個天 那不同的宗教 應該說不同的基督教的教派 彼此對於教育有 不一樣的理解方式 然後打了100年的戰爭 到最後呢 到最後大家知道說 我們把宗教的 宗教的理解 以及定義這一方面先擺在一邊 然後我們要為了和平 要大家能夠彼此互相能夠生存下來的話 我們只好 那個時候的歐洲只好 發明了一個新的概念 叫做 我的領土 理內 信仰 就是誰決定自己的宗教 就是誰的領土 就是誰就決定這個領土底下 要寫什麼宗教 於是呢 在十幾世紀出的時候 慢慢的形成的一個概念是 不一樣的領土 不一樣的君王 他就可以決定 我自己要信仰什麼樣的教派 那用 大家用不同的 應該說 變成一個整個 國際社會底下 或者整個歐洲底下 是一個 宗教自由的方式 而且是這種寬容 衛方的教派的方式 成立了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國家 當初形成的時候 它背後有一個很深的概念 那個概念是 不管在歐洲哪一個地方的人 都是上帝的子民 但是呢 國家這個概念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應該是要這樣子理解的 國家選擇自己的教派 基本上這是一個政治的因素 我們不想要打仗 不想要再繼續死傷下去 所以 不同的君王 他在自己所能夠管轄的範圍底下 決定他要信奉的是什麼樣的教派 後來慢慢的形成不一樣的國家 他們會選擇有不同的宗教教派 那 這樣的狀況底下呢 他們也有一個叫宗教自由 宗教寬容的精神的出現 但那個時候的宗教自由 或寬容的概念是這樣子來的 這個是在 後來慢慢的發展 加近一百年的時候 在英國的政治思想家洛克底下 最清楚的 他說呢 國家是不可能可以透過公權力 強迫一個人變成好的軍土 這是做不到的 為什麼呢 國家的手 最多只能夠把一個人抓進去教會裡面 但是即便國家有能力把人民每個禮拜都抓去教會一下 也不代表 也不代表說 他每個禮拜去教會 他就是一個良好的基督徒 這個無關 換句話說 國家不可能 可以管到我們的靈魂這件事情 因為靈魂這件事情 宗教這件事情是神的領域 所以政府不可能可以在這個領域裡面做主 那在這一個概念底下 政府不可能手可以伸到人的靈魂的領域裡面去 所以政治跟宗教要有一個區隔 那政治最多就是能夠管人民的肉體上的這些事情 彼此之間互相怎樣相處這些事情 那這是整個西方從17世紀一直慢慢到19世紀 20世紀的時候 國家發展出來的政教分離的這個概念 但是那個時候的宗教自由慢慢的它變成的是 因為國家不可能可以要求或者是改變人民的靈魂 所以這件事情政府不要做 因為你也做不到 你不應該做 這是神的領域 那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你回頭過來想 剛才所講的那樣的故事 在中國的政治底下 它是跟西方的現代國家很不一樣的 它不只是要人民公民的領域 它還要管束到靈魂的領域 原本是屬於上帝的領域 那作為一個開場白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今天我們所講的要講的 大概都會跟這樣的事件有關 有點特色的